各位台友早晨,大家好 現在是5月6號上午7點半 閒話家常,吹吹水和大家的話題就是 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法國 好像昨晚下機,剛剛到 我訪問法國的前因後果帶來什麼政治影響 經濟各方面的角度去看,就在這裏不說了 就保留在台長做節目說 今天就談話家常說些輕鬆點、脆味點 說說法國的風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本書呢 有個姓劉寫的,叫巴黎聽國 如果大家有沒有,我上網不知道 找不找到巴黎聽國 那麽法國一說法國人呢,首先是大不則 就不分男女的,第一個層次不分男女的 所有法國人的特色的個性是怎樣呢 非常小器,非常自我 那麽大家都在市場上聽見,就算你去到法國旅行 他懂得說英文,你用英文問老,他都不錯 最簡單表現到就是這樣 還有,他們有一種習慣,大家都看不過眼的 你又可以去旅行的時候碰到的,如果你坐地鐵的話 即是他入閘的時候,有一個人過了 但他幫忙拉著那個閘關呢 給別人過賣的,變成有一個人不給錢的 即是如果你的閘關,一個一個就彈回頭 你就先第二個過計數 但他不是,他幫忙給後面的人過了 讓那個人不給錢 如果你先走那個,你又會做一下那個動作 那這個動作來自這個動機是什麽呢 他就跟他一個國家的鐵路公司 地鐵公司對抗,形成了這樣的風味 那麽一說法國女人,大家就會想起很多時裝 但法國女人的時裝,特別是那些名牌 那些東西他們本身不買的 他們說我們是做來買給外國人的 那麽自己呢,多數流行呢 就有黑白灰來配搭的 那麽自己加一些特色的設計上去 那麽改了去,變成他突出了自己的個性 所以法國女人就很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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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然有很多男人就麻煩了 他們就,因為他們那個天性很少加 又要面子,為什麽將那些問題呢 就是簡單複雜化 簡單複雜化 簡單複雜化 將你由小變小 我們就說,通常我們中國人處事的 大事發小,小事變武 那麽他們不是 小事變大 還要跟著剁碎了 那你唯一的好處呢 就是,特別那些女人呢 那些女士呢 如果她看重你呢 她是很主動出擊的 她欣賞一個男人呢 她是全主動的 不是男人追女人的 在法國,是女人 但如果你有才華的話 她非常主動出擊 好了,她搞一個 一段時間追不到 她就當時無其事 這樣就走了 還有他們,因爲那些女人 那麽主動出擊 變成在那個夫妻 男女關係呢 就非常隨便的 所以大家如果見到那些法國朋友 要拿個結婚證書給你看呢 她好像一本護照那樣的 只要大家去一個單位 找到那個婚姻職業官員 我以為現在我們兩個離婚了 那麽就馬上簽名 她又在你那個結婚證書 那本護照那裡 某一頁吸了人 在你那個 本來是登記你夫妻關係的資料 給個人註銷 那麽 那麽將來你找到 另一個伴侶呢 結婚呢 你就帶回那本結婚證書 她在第二頁 那裡再給你填下去 那一個人呢 來十至八次婚 就很濕碎 然後回憶 但她們有一種生活習慣呢 法國人呢 特別巴黎 你看到呢 她很喜歡走路 她當她走路 最少妳不知道那幾個小時 她一定走路不安排 當然她要來保持他們的健康如跳 所以你看到法國妹妹吃都不胖的 跟英國婆、美國婆婆都不同的 大家沒有留心 法國女人很少胖 法國男人都很少胖的 他們很注重那個運動 比如說他們去運動 有時每個星期去跳舞 跳那些交際舞 即是有些社交中心 各人都能走上去跳的 他很投入的 他是亂跳的 有時有些舞蹈有規矩跳的 那些步伐他們不理你這件事 大家都不理的 總之走出去你跳到多少步多少步 全程很投入 跳到猛頭大巷就走了 他當作是一種運動 他融入了生活到任何環境 他都當作運動 我們現在很羨慕法國時裝 法國的酒 法國的飲食 但是法國人羨慕什麼呢 以什麼來標榜自己的生活品味呢 很多人會想不到 因為法國人是欺負的 他每個星期 他要吃一兩次壽司 他才當作生活上的身份象徵 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民族 我當年師傅 老師到法國逗留了四分一世紀 他在研究法學 變了他被局處到 我在巴黎大學的東方研究學院停留了二十多年 很多人很奇怪 為什麼研究法學院在法國蹲二十多年 有人大家忘記了那些歷史 就算我們現在研究漢學 研究中文 漢學都會去法國 有部份要去德國 很多年他在法國最早進去亞洲 他進去亞洲這麼多殖民地 他們最喜歡掠奪別人的文化 資源 我們做研究漢學 研究佛學 找回古書 歷史 就在巴黎 法國那邊 還有他法國人在政治上有一種是比較 不是被人欣賞的 是很毒的 全世界的國家會參略別人的國家 是保留別人的文字的 不會消滅別人的文化 所以在亞洲、柬埔寨、越南 他是消滅了你的文化 所以越南那些沒有了自己國家的文字 全部用了法文拼音 用法文的文字拼他的越南話的音 但以後不要忘記有一段歷史 也挺陷阱的 很多人就說八個年齡打不驚 其實罪魁禍首都在法國 是法國大後燒他們明遠的 我個人對法國人就沒有什麼好感的 因為太過小家 沒那種大氣 沒有那種大氣 如果在法國地方近英國那邊的人 就比較認識 如果另外在另一個地區那些 就比較吵架 文化 他們都在內部分得很多 在外國國家分得很多 而且他們在處事上 完全不及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有那種大氣 因為他始終有一個羅馬帝國 法國只是出那個拿破崙 到後期有個大高樂 周圍做喪家險 周圍敲門 周圍成這樣 但那段歷史我也比較陌生 為什麼法國他可以 由第二次的大戰之後 他怎麼這麼快拿到核武器 還有出產一些很尖端的 在電腦某個環節的技術 法國是大善的 這個我真的 我沒有做搜尋在那一部分 為什麼他會去到這部分那麼厲害呢 我真的沒有做搜尋 還有不要忘記 有些人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說說那些攝影機 光學 多數都是認為德國那些尺寸 大頭 但我去到拍攝電影 我鏡頭是法國最美的 真的很奇怪 但我發現他拍照機 又不及德國 這個我又是沒有怎麼做搜尋 所以就沒有什麼答案給大家 但如果你一說說拍電影 那個攝影機的鏡頭 是法國排在第一把手 在拍電影的光學那裡 他們有一種都有一些好處 就是怎麼說呢 他們拿了亞洲的學問 特別在佛學方面 他們融化了就不公開講的 其實法國有很多部分的文化 是佛學的精華 和德國都是 但是他們不公開講的 譬如說他在我愛情那裡 沒有說學我們東方人們 就是大家牛衣對一 抱著死 你抱著我 抱著你 不想分手 他們不是的 他們不是面對面的 愛情 他是要把你的愛情的伴侶 是同一方向面對前面的 就是平排前進的 不是面對面相處 是平排前進的 只要你和他的生活 理想 同一路線的話 大家會攜手平排前進的 平排前進去到某一個時空 他就撞到新的伴侶 各個發呆 法國男女都是很簡單的 他就跟別人走 但被人賣下的 那些都不介意的 他沒有分別男人別女人 或者女人別男人 總之 隨便一個走走走走 兩個人並肩前進走走走 有一個撞到另一個新的伴侶 他就跟別人走去了 那留下的那個 他不會旺居居的 他很有信心 就是說我繼續走走 就有一個新的人出現 跟我攜手再走 所以他們的離婚率很高 他是很追求那個自由文化 大家不要忘記 在歐洲的幾大改革 法國是那個政治改革 英國是工業革命 法國是政治革命 德國是哲學革命 但是還有一個他們傳統文化 就很糟糕 大家都知道 法國香水很美 法國有些蕃茄都OK 但是蕃茄當然不及巴勒斯坦 不及印度那些高級的蕃茄 英國皇室都用的 那邊的蕃茄 但是因為他們用著種香水 大家查歷史 以前那個凡羽塞公那些貴族的人 一年都不沖一次涼 所以走身臭 我皇宮裡面臭氣昏天 那些廁所屎屎尿尿尿沒有人理 全部臭到昏天 所以他們製造很多香水到處噴 我們男人也是的 女人我不知道 也不想詆毀人 通常如果男人噴香水 自己都看臭 那些人都看臭味道高 那些人就設計不同香水 但清晰如果搞香水 就很囂張的 大家都經常以為說 買個袋子一百幾十萬貴 不是 香水最貴 它的理由呢 就是它搞到很專業 就要你的男人剪頭髮 或者做一些特別的皮膚 各方面的東西 找個專家幫你檢查 你這個男人或者女人 身上的那個看臭 是屬於哪類型 根據你的那個看臭 來和你調配一種香水 賣給你 我記得終於到一萬元美金的方式 世界上很多人訂的 當然那些是很有錢的人 很講究的人 所以如果你在你習慣去的高級場所 一線的場所出席的地方 有個法國女人走過 或者法國男人走過 你憑他身上的香水 你會知道他的身份 即是用哪種吸數的香水 所以很講究的 法國人很講究 他在某種環境很講究 大家對法國食物很嚮嚴 但其實是危險的 特別是吃了和光 對人體是很大影響的 法國的酒 法國的香檳 法國的江藥 即是那些拔蘭地 以前出的路易十三 那些現在都賣到兩萬多 那些路易十三的市場 但是那些Nitra Hinesh 那些更貴 那些酒 那些五萬元 但為什麼賣到這麼貴 呢 就有很多背景 即是說如果這個 一件物件擺到一個 一百年以上 那你都升了水 如果他們那些酒不貴 他們那個 釀酒的時間 過百年 真的自從一袋一袋 所以拿出來 他有那個時間的價值在那裡 當然他也有很多 傳統的秘笈 你懂得喝酒的人 你會分得出的 那就把你的佛學 放了一點的時間 是對於生活態度 是比較很忠誠的 但他為了這個宗教問題 他就不是很強調說 他只是保持天主教 但實際那些人世間做事 價值觀很多 他都有佛學的影子 法國和德國都有 但是因為他法國人被德國這樣摧殘了一劑之後 他們跟德國人也不是很疼 跟英國也不是很疼 他們在政治上跟俄羅斯比較親近 因為我記憶中俄羅斯的沙皇曾經下去法國學法國的文化 學完法國文化之後 就在俄羅斯推廣了很多法國文化 你看那些春宮下宮都是很多法國的英子 包括建築物、藍色各方面設計 這次我們習先生出訪法國是第一站 我們表面看到他都派過總理去接機 有紅地毯擺放在那裡 但是我看完這裡的事前發展 再聽我們習先生說的話 就看到法國人跟德國人說的話 事前又是一句 西多學禮 還有很多法國的趣旨 還有很多法國的趣旨 還有法國的電影 還有一些法國人 他對一些事情 那個反惡複蝕都幾麻煩 反惡複蝕都幾麻煩 他們是有一個很令你很難堪的文化 你會很沒人的 因為你太過自大 還有自卑 有自大衍生了自卑 所以普通人很難跟法國人搞到手 跟英國人你還可以做到朋友 你跟法國人做朋友 我覺得是一個很吃力的事 他是很無厘頭的 搞一些古靈精怪的事出來 你很無人的 因為我幾個小時都不多了 很零碎的分享一下 下次繼續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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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